戴著手套 親手捏至魚王 黃國昌動作有點生疏 但罷免案第二階段已經通過 黃國昌把握實力 依然成立新黨部的好機會 滿臉笑容跟選民或感情 試圖挽救形象 一天前才回服務處取暖 黃國昌記者會上說自己好棒棒 臉書全程直播 下方卻出現黃國昌自己幫自己加油的烏龍留言 直播開始沒多久 立委黃國昌馬上留言 黃國昌加油 被網友拿來和童中彥做對比 他因家暴爭議退黨後自己留言 了不起負責 網友嘲諷是 自己的國昌自己讚 自己的國昌自己加油 事後助理留言是自己忘了切換帳號 但挺昌網軍不只帶風向 更會發動攻擊 安定力量聯盟臉書 就曾被惡意檢舉多次停權 就連最近網上發起的霸昌虛擬投票 也因此遭到停權 看到每個民眾立刻上前熱情握手 黃國昌全力和選民拉近距離 因為罷免案如果成立最快12月中 將進行投票 新北市12選區只要有四分之一選民出來投票 超過62798票同意 黃國昌恐怕就會寫下歷史 成為第一個被罷免成功的立法委員 記者林醫生許志成宜蘭報導